场均33分,15篮板5.7助攻2.3,抢断1.7盖帽 这是费城76人球员恩比德上一周的数据 今天击败骑士恩比德更是轰出40分,14篮板10助攻的恐怖数据 本赛季的恩比德毫无疑问是MVP级别 现阶段他可能是常规赛MVP最大热门 恩比德给人的感觉正是统治力 他随心所欲 如果没有两个人以上防守 恩比德在一对一情况下会打爆所有防守球员 恩比德这两个赛季练出了一手得分后卫式的中距离投篮 他的投篮略带后仰 节奏好 甚至能面框后撤步投篮 NBA绝大部分中锋没法干扰恩比德出手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得分 本场比赛结束后 76人已经取得了34胜22负的优异成绩 哈登终于迎来职业生涯最强的内线搭档 甚至是最强的帮手 哈登生涯搭档过很多球星 比如杜兰特 欧文 保罗 卫绍 但恩比德一定是哈登生涯搭档中攻防综合实力最强的一位 而且目前他正处在生涯巅峰 哈登以前搭档过两位优秀的内线球员 分别是霍华德和卡佩拉 这两人的风格都比较单一 霍华德在火箭时早已没有了魔术时期可怕的身体状态 打法趋向于篮领 卡佩拉和霍华德一样 都擅长防守抢篮板和终结 恩比德则是不折不扣的内线巨兽 能自主进攻 能防守 射程更是遍布三分线外 用进攻万花筒的形容恩比德并不为过 恩比德目前的场军得分排在全联盟第一 整个21世纪只有一位中锋球员能拿到当赛季的得分榜 那个人可是大名鼎鼎的奥尼尔 联盟后来修改了规则 规则对外线球员越来越有利 NBA已经连续10年得分王 由外线球员以及封线球员包揽 今年NBA对抗的对抗强度普遍偏大 恩比德的场军得分都能排在全联盟第一 场军罚球次数超过10次 可见其超强的个人能力 明天恩比德没有比赛 这三场比赛恩比德可怕的数据让人印象深刻 他已经预定了周最佳 西蒙斯交易完成后 恩比德带领球队两战全胜 现阶段的76人士气高涨 如今又迎来哈登 76人终于走上了争冠的正轨 对于哈登来说 他得到一个完美的帮手 他来到一个几乎没有短板的球队 以往哈登效力的球队或多或少都有短板 效力火箭时球队让他大包大揽 后期火箭采用全无小阵容 完全没有内线高度 篮网的问题人静皆知 防守非常糟糕 内线防守更是极大的漏洞 76人目前攻防兼备 恩比德和哈登两人侧重进攻 而且防守球员得面临一个问题 这两个人同时在场时应该怎么防 要不要包夹 如果他们造犯规应该怎么做 希望哈登和费城76人今年不要浪费机会 争冠的希望就在眼前 他们一定要把握住 各位读者朋友 你们如何评价恩比德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 欢迎在文章下方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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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